要怎么庆祝呢 有一个可能会让你非常羡慕的庆祝方式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 有科技公司的老板 为了要庆祝国庆日 就大方的宣布放四天廉价 比一般的上班族多了一天 不过这是有诞书的 就是要找齐104个外国人 录影驻台湾生日快乐 另外呢 有爸爸妈妈把小朋友打扮成阿兵哥 来庆祝国庆 模样是相当可爱 小小国君刺枪有魔有魔 有样还会喊口号 这群小小兵有够kawaii 为了庆祝国庆日角色扮演 我别太脏了啦 太久了 虽然最后有点累了 但是动作标准 就连最火红的金钗也有迷你版 排一排身穿红色旗袍的小小金钗 站挺挺手放好 pose一点也不输真正的金钗姐姐们 一排走过去驾驶十足 不难 那你喜欢吗 喜欢 就是脚和气鱼来小手发肚子 不只小朋友要欢度果庆 还有科技公司的老板佛欣来着 发公文说 奖励一天有新假 让员工双十节整整放四天 不过有诞书的 得找齐104个外国人 祝台湾生日快乐 没想到真的成功达标 端了三天员工就凑足104个外国人 很兴奋 就觉得哇有这种福利 然后我达到了 然后是比别人多放一天假 多放假让其他上班族好羡慕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庆祝方式 大家就是想要对即将生日的台湾说 生日快乐 记得台北做过不到